那我们看一下美股被垄断了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看 不换今天的 美国华尔基的牛 今天我都倒了 倒在地上了 多酷瘦的一张照片 但是也传神了 这个道琼已经蒸发了 你看是3月8号 今天16号了 你看蒸发掉1.02兆 102兆了 那现在蒸发多少 大概已经数不清了 没办法数了 那我们看一下台股目前在两年的底点 这两年所有买进的多单全部套牢 说真的 这是一个 好像突然的风险 连巴威特都避不开 可是巴威特避不开 有人避得开 谁避开了 蔡英明就避开了 我农历封关就跟你讲 1月24号封关的节目就跟你讲 卖掉所有股票 所有多单全部出清 反手放空 而且坐满手放空 所有空单满手 全市场只有我讲 没有第二个 现在很多人把1月20号封关的节目都砍掉了 影片都砍掉了 这你找不到 留着丢脸 所有很多人的留言全部都疯掉了 不能留言了 你看这个就是要谁做到谁做错了 做错全部不能留言 好 当然我看到很多粉丝 在抱怨 抱怨别人的操作 不是抱怨我 这个很奇怪 你要缴别人的肺炎 缴钱给人家 那你又要看我的结巴 充满了矛盾 你要钱缴给别人你看我干嘛 那别人做错你又来跟我抱怨 抱怨他干嘛 我不想听这些 那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要缴钱给他 缴钱给他 缴钱给他 然后做错你又来跟我抱怨他 抱怨他 干嘛 莫名其妙 我要听你这些抱怨吗 我不想听这些 那只能怪你自己没有眼光 你为什么不参加我 只能怪你 你可能有一个难关 一个厄运 赔钱关要过 那最后就是反应在这些事件上面 我当然不愿意看到 我需要你缴钱给我 我能保护你 可是你就是不听话 你就对我没信心 最后很简单 你缴给别人 赔钱要怪你自己 不能怪我跟我没有关系 债民是做对的 那我们看看他在抱怨什么 说真的我不太想看 好啦 勉强看一下 抱怨他老师 都跌2480点 还在讲基本面 不是吗 多少人 他最近还在讲基本面 台股都跌了2480点了 快2500点了 你还在基本面 都跌2500点 你还在基本面 这样有基本面可言吗 如果真的有基本面可言 如果真的有基本面就不会跌了吗 不是吗 就涨翻天才对啊 赚那么多钱 EPS那么高 本利比这么低 殖利率这么高 为什么跌得不成人形 告诉你看那些没有用 你看那没效 都不能进行 就不下了 再来 没有